半夜接獲2號家屬眼眶犯累 深情哀痛趕到現場招魂 大批消防人員第一時間 趕到現場爬上雲梯 緊急把受困在內的民眾 從屋內救出來 抬上單架送往醫院治療 來的時候都是 完全沒有生命現象 都已經在現場插管急救 有臉部有脫皮 身上的毛髮鼻毛 都有一些燒焦的痕跡 我身上有很多碳灰 原辦應該就是在火災的現場 有些過多濃煙造成窒息死亡 中和公寓凌晨大火 造成九死多傷 會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起火的民宅 被房東改建成木造的出租套房 四樓有12間 五樓則有13間 每一間只有四到五坪 走廊狹窄甚至沒有對外窗 再加上五樓鐵皮違建 造成沒有逃生路線 其中還有一名 從僅22年的新一分局遠景 平時生活相當節儉 每個月都會將薪水 會回老家身上只剩下幾千元過火 也不幸命散火場 其中一名60歲的房客 因為外出打麻將 幸運逃過死劫 接到電話才得知住處起火 趕回家看著燒爛的房間 不聲唏嘘 房東表示要清點住戶名冊 才能確認死者身分 只是像這樣違建出租害命 該如何究責 恐怕還是政府該重視的問題 記者侯宇翔 魏文軒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最終端的房間 最終端的房間